哈喽,大家好,我是TheKing Team 那么今天呢,我就会教大家如何下载并安装Minecraft的光影包 没错,这次要说的是光影包,而不是光影模组 那么光影模组呢,就是以JAR文件作为结尾 也就是它是一个Java的文件 但是光影包呢,就是以GIP为结尾的这样一种文件 因为它是一个压缩包 这个光影包下载和安装的方式,苹果和Windows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就不用担心版本的问题 而且它是在所有版本都通用的 好的,在下载任何的光影包之前呢,你要先进入这个网站 那么接下来所有的这种网站的网址啊,我都会放在视频简介里 然后大家就可以直接copy and paste就可以了 然后进入这个Optify,那么这个就是我觉得最伟大的一个Minecraft模组 没错,那么它呢,第一种用处就是增加你的帧率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啊,非常非常好 可以让你的Minecraft运行起来更流畅一些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里有一个support for shaders 那么这个就是光影包,所有的光影包呢,都要通过这个Optify来进行安装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安装一下这个Optify吧 大家要看这个download这里,也就是下载,按到下载 这里呢,就有所有的Minecraft版本 那么现在的Minecraft版本就是1.1,2.2 那么你就可以下载最新的版本,没错 然后呢,这里就会出现这个下载的版本了 点击这个,文件呢,就会开始下载 然后这里会显示,此类的文件可能会损害您的计算机 因为这是一个Java的文件 所以呢,它可能会改变电脑原本的程序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模组嘛 所以你要按保留,没错 保留之后呢,它就自动下载了 你把它拖到桌面上,然后打开这个文件 双击打开,然后我说请互联网下来 按打开就可以了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画面就会出现了 那么这里会显示它安装的途径 就会安装在Minecraft这个文件夹里 那么你在点Install之后呢,它就会自动帮你安装了 安装之后呢,你要打开Minecraft 你就会发现这里多了一个选项 也就是1.1,2.2的Optifine 那么你点击这个开始游戏 那么让它运行一下 它又会说正在下载 好的,那么这个就是装完Optifine的这个Minecraft版本了 你进入视频设置就会发现这里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选项 多了很多很多的选项 那么这一个选项呢,就是光影了 没错,那么其实这里我已经下载了三种光影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教大家如何下载光影了 好的,我们首先呢,把Minecraft藏起来先 OK,接下来呢,你把你下载的光影包涂到桌面上 这个呢,就是我新下载的一个光影包 只是我来做示范用的 那么再次进入Minecraft 进入选项 进入视频设置 进入光影 看到这个光影包文件夹 那么点击这一个选项 那么这里就会出现一个Shader Pack 没错 那么把刚刚你下载的这个直接放进去 不用解压 接下来呢,你就可以看到这里就多了一个选项 刚刚我下载了这一个 那么接下来你点击这个 它会需要一段时间来开启并运行这个光影 没错 好的,现在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这个右下角呢,会有一些光影的设置 就是按照你个人喜好来设置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你点完成就OK了 然后再点完成,再点完成 那么你再加入一个游戏 那么我用我的RestMobile来做示范吧 好的,那么现在呢 我就进入了我的这个红石世界了 没错 这个呢,就是安装光影之后的世界 非常非常的卡 因为我用电脑只是一个MacBook Air 所以呢,是非常非常的烂 可以说是非常的烂 不过现在呢,你的这个光影就是已经安装完成了 没错,如果你想关掉它的话呢 再进入视频设置,光影 然后把它设置为关闭 点一下这个 当它自己设置完毕之后呢 你再点完成就好了 当然,现在就变回原样了哦 好的,那么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记得留下一个赞 并且订阅哦 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任何问题的话呢 记得在留言区留言 或者是在我的邮箱里问我 好的,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教学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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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